将军庐山现在是25战 他们只获取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输了16场 平6场 现在积15分排在连赛的道路第一 那么颜面龙顶现在是25战比赛 6胜9平10负 积27分排在第11位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颜面龙顶队可以取胜的话呢 在未来的保级之路当中呢 应该说是 会走下一个非常坚实的砝码 来看一下 这是主队的首发名单 19号门将陈俊逊 5号希尔扎提 10号威力 11号塔比索 17号徐都东 4号朱明新 33号康振杰 然后29号法比奥福特斯 24号队长杜军鹏 36号张俊哲 14号陈允华 那么在刚刚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呢 伊沃呢也是发布了一个 祝福视频 也是感谢过去的两年多来 颜面球迷对他的支持 包括中国球迷对他的支持 应该说伊沃离队啊 差不多 虽然没有官宣啊 但是很多颜面球迷心中 都已经知道了答案 好了 现在全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身穿着白色球衣 黑色短裤的 这就是颜面龙顶 身穿着橘黄色 上衣 蓝色短裤的 这就是主队江西卢山 当然对于这个江西卢山来说 他们今天呢 现在到现在为止的分数 确实比较低啊 现在呢 只有15个积分 是14号李龙 李龙呢 在里进行上任之后呢 基本上是打的是一个 左边一位 好的 进去了 李龙 航传有没有机会 背身拿球 打板 球进了 刚才我以为罗南选择 背身拿球 但是没想到罗南 把球传了出来 跟上的大门 我们看一下是谁进的球啊 因为距离比较远 没有看清楚 这是过去的三场比赛 王成坏打进的第二类入球 在对阵二 在对阵 黑龙江 槟城的比赛当中呢 当时的王成坏 也是打入了全场的 唯一入球 二三王成坏 刚才这个球呢 确实将去卢山的后防线 防的并不是很严密啊 王成坏连赛第二球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 王不好再次 来到了阵容当中 小心 这球要解决出啊 刚才是对方的打门 这球打在了 打在了门柱上 弹了一下 刚才王鹏又想尝试一下 自己的脚法 对方的36号张俊哲 获得了一张黄牌 刚才是对 颜面对龙女队的罗南犯规 福斯特打门 这球打在了徐主身上 对方还有机会 好的 这一下董嘉林立功了 对方的立命外援 布朗 福斯特 这球没有出界 福斯特在右路 把级绿掉 对方机会 上班 这球打在了红梁上 还有第二次吗 对方这种球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刚才龙女队 并没有全速的回防 但这个球呢 对方应该是 踏避所不了 这是一个上半场 对他们来说 最好的一次 攻门的机会 其实扎提 转移 还是给到福斯特的 右路 中间 龙女队这段时间 对于这个落点的球 判断的并不是太好 这段时间 将一队围攻之势 福斯特 打门 漂亮 我说的这是 董嘉宁扑的也漂亮 但福斯特这球 踢的也比较的 直接的一脚 进脚的打门 这个位置 差不多有三四个脚球了 李靖恒跟助理教练 两个人的动作 基本上是一致的 靠阵间 这个球呢 是往外围发 第四官员 出事 要 上半场比赛 要补13分钟 阿欧雷达 阿欧雷达想传中 这球被对方的球员 提出了 挡出了边线 还有人 王成快应该就在他身边 小心对方 对方的倒挂进攻 塔比索布朗的 也是一个半倒钩 四次的机会 看 还是第二点 好的 上半场两支球队的比赛结束了 上半场呢 凭借着王成快 在开场九分多钟的进球 颜明农总队 暂时在课场时 1比0暂时领先 但是上半场 主队江西庐山 他的有效进攻和威胁球 会比我们要更多一些 所以说 刚才我说了 下半场的比赛 给教练组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能否 有更多的 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有更多反击的机会 就是不要让对方呢 找到中场和 后卫之间的空当 这是龙井队下半场 要做到的一点 下半场龙井队 这个换人是 两个门将之间的换位 上半场35分钟的时候 李其恒用 拳制剑 替换下了 30号王不好 威力之c 罗文队把球抢了回来 奥莱达回敲 金太炎 金太炎直接往前传 前面只有一个罗南 好的 罗南把球抢了回来 从张俊成的脚下 把球抢了回来 罗南一个人自己 看这球能不能吃饭 哎呀 这球也传 他没有选择传球 没有选择传球 哎呀 罗南这个球有点 因为对方啊 他自己的队友 旁边应该是旋转剑吧 已经拉开了空当 但罗南啊 该说不说这个球抢得不错 对方的反击 给对方太多的 吃饭的红剑了 对方半场攻防 转移到左边 哦 刚才是塔比索布朗 直接把球调起来 中间是四号 朱明新的投球 小金区里头 有没有机会 啊 刚才投球的是 15号虚拟组啊 上面场开场不到10分钟 就取得了一球领先 啊 要捕食6分钟的时间啊 给到主队江湘如山 有6分钟的时间 那给到我们也是一样 时间 防守要做好 位置感 对方投球 小心 危险啊 差一点 还好这个应该朱明新吧 你看 你看 朱明新这个面对 好的 龙点队应该把球控制一下 好的 赵凯 出动 起来 没错 控制球 把球控制一下 金田延 这球不约位 6号 李强 接外球 捕食已经到了 楼南 好的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延绵乐队队今天非常幸运的在江西九江体育中心 以1比0依靠上半时段王城快的打门射门 1比0击败了江西庐山 那这场比赛虽然我们已经获胜了啊 但是我认为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颜绵乐队可总结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我们的防守 包括 我们的进攻 在一窝不在的情况下 颜绵乐队能否让自己的进攻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具有攻击性 这是教练组应该考虑的问题 而这场比赛我们赢的真的很幸运 下一场比赛 颜绵乐队将在10月12号客场挑战广西苹果哈辽 是在晚上的7点30分进行的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